高门多宗新冠病毒确诊 是一个在澳门工作的内地男人 而因应一个混合样本初步检测程样性 原定中午和珠海恢复的免检疫通关 和学校服务安排都要紧急扎停 珠海口案通关安排现在暂缓促行 在新的免检疫通关安排中午开始前两个钟头 澳门政府突然宣布要暂缓 大批清晨已经在关口轮候的人表现彷徨和不满 等又等三次 每次都是最美两个钟才不行 这一刻我们拿着这么多行李 你说多辛苦啊 这些人都不 政府好门也好 广东产政府也好 都没有想过市民的感受 心急要回大陆 因为我老爸病危入了医院门 十月一号又做了核酸 昨天又做了核酸 现在都回不了去了 很失望 希望尽快通关 我感觉他们这个政策怎么是 戏弄了我们 戏弄了我们 怎么一次一次这样搞 我现在看怎么办了 我现在做核酸的钱都没有了 现在不能过 我现在吃饭吃饭也没钱了 现在 澳门当局说 由于镜湖医院通报 昨晚一个十运一的混合样本 初步检测情阳性 正是进行福检等待结果 涉及的十个人已经获通知原地不当 安排送院检验 非高等教育学校 今天的服务安排也要暂停 有跨境学童不能够上学 又不能够回家 现在暂时没地方去 都是等消息的 现在那些生产真的是过山车 去到近中午 澳门再公布多一宗确诊 是一个46岁从事中修的男人 他住在珠海斗门 以往每日往返澳门和珠海 他上个月26日入境澳门 并且一直逗留至今 日常活动以电单车代步 他曾经租住澳门英皇酒店 金沙酒店和维多利亚酒店 6月已经打齐两剂国药疫苗 上个月底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今日的样本就呈阳性 并且确诊 没有病征 当局正是调查感染源头 暂时未知 和镜湖医院初步阳性的样本 是否同一个人 澳门立法会议员 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做好沟通 由于可能是Delta病毒 内地他们会收紧这些防疫措施 我们都很希望 其实有关的讯息沟通 和讯息发布 能不能够比较清晰给居民 澳门当局说 相关疫情记者会提前到下午3点举行 无线电视记者韩曼君报道